民国99年10月12号 当年有鉴于各民众检局农地违规使用的案件与日俱增 桃园因而定定了桃园县办理农业用地农业使用认定原则 不但采分类分阶段的方式执行 同时还放宽认定标准 就算农舍没有办理铺设水泥作为晒谷场 堆肥场等申办程序 只要确认所有人的身份就是农业生产者 就会被视为合法 当年县府有条件放宽农地使用标准 只要有公所证明 农地范围内的45平方公尺的非固定设施 都可以不用申请建筑执照 虽然造福农民 但也令人担心会有不肖人士赚法律漏洞 倒彩杀石 产生环境污染与社会治安等问题 记者综合报导